那么这边我们大概花也是十几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在Machine Learning里面常常被用到的dataset 这个叫资料集 那既然是Machine Learning嘛 这个资料集大部分是说有input 输入的部分和输出的部分 那输出的部分大部分就是说 每一个 物件 它被分到哪一类 这是输出的部分 那输入的部分就是它的feature 比如说我刚讲的身高体重 这就是一笔资料 像身高175体重80 然后性别是男生 这样就叫一笔资料 那input的部分指的就是身高体重 output的部分指的是它被分到的类别 可以用在Machine Learning的dataset 实在是越来越多 多得不得了 Numerous of dataset 比如说 Caggle Caggle是一个 网站 上面有提供各式各样的set 然后Caggle是 其实是可以 让各位上去比赛 就是有些大公司会提供dataset出来 大家上来比赛 那比赛得到前几名的 就会有奖金 甚至我知道有些人是靠Caggle为生 就是一直参加比赛 一直拿奖金 一直参加比赛 一直拿奖金 然后就可以靠这件事情为生 然后这个 UCI的 UC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这边有很多dataset 那这个dataset 已经很久了 当我在大学 在 美国念博士班的时候 这个repository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里面有些dataset是比较早期的dataset 早期dataset的量都比较少一点 那后来他有陆续再加新的dataset 那ImageNet就不用讲 这个也是个很有名的dataset 这是Stanford 李飞飞教授 他们做了很多影像的辨识 那他为了证明说 我们影像辨识之所以做得不好 是因为data量不够多 所以他就利用 Amazon的 Machinical Turk 所以Machinical Turk 就是说你可以规范一件事情 然后请大家上网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上网看 他就跳出这张照片 请标示这照片里面有什么动物 有可能写说 在那边有一只 狗 有一只猫 有一只鸡 把他标示上去 然后按Enter 那你就知道 你就有标准答案 那么Machinical Turk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机制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印度人 他们收入可能比较低一点 然后就会上去 赶快点点点 然后点的越多 就可以收入越高 然后他就利用这个方式 收入了 应该有上百万张的照片 在ImageNet里面 那你可以用ImageNet 因为有标准答案 就可以用来训练说 训练一个 model能够辨识说 在这张照片里面有什么动物 那ImageNet 这个是我们的handwritten 手写字 的dataset 里面有 我不太记得 有 七八千张 七八千张的 手写字 可以让训练电脑 辨识说 写的是什么字 然后这是 Label faces in a while 就是网络上抓下的照片 然后把有照片都框起来 这样能不能训练出一个 能够辨识 哪里有人脸 得软提出来 但是还有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你今天你想进行一个工作是 车牌辨识 那你只要 Type license plate dataset 到Google里面去 就可以找到车牌辨识的dataset 就可以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研究 我们来看一个最长 最长被碰到dataset 一般来讲 一开始将交pattern recognition 的时候 就会讲到dataset 叫Iris dataset 你看多久以前 1936年 你们应该还没出生吧 你的爸爸应该也还没出生 是很久以前的dataset 那他要predict Iris叫做鸢尾花 我在夏威夷厂的各式各样的鸢尾花 然后就有植物学家到夏威夷 收集了采集了150朵的鸢尾花 把它分成三类 分成三类 但是根据什么特性来分成三类 根据四个attribute 我叫做feature 我刚讲过特征 这特征分别是 花二的长度 花二的宽度 花瓣的长度和花瓣的宽度 根据这四个特性来分辨说这个鸢尾花是属于三类中的哪一类 所以这是Iris dataset 所以这是Iris的花 这个dataset 也被引用了很多次 很多paper都用了这个dataset 但别忘了是1936年 资料量少得不得了 只有150个instance 所以对分类的工作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工作 这个就比较有趣 红酒 现在很流行瓶酒 我在大学教书但我很多大学同学最后去到工业界 到商业界都是最后失业成功赚了大钱 结果发觉他们在facebook上面贴出来的照片都是在瓶酒 我也不清楚这个瓶酒到底是 有人说喝红酒对心脏好 但是 你觉得是真来讲 有人在点头 有人在咬头 但是根据我问我们 西藏老师 曾于凤老师 做药物的 设计 他说喝红酒对心脏好这件事情 只有对西洋人好 对东方人并不好 刚刚跟我讲一个理由 东方人游泳 像有一种煤 可以把红酒化解这样 通胖人没办法 所以红酒喝的越多其实身体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 但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假 所以你们自己判断 那你在电影上常常看到说有人说拿酒来闻一闻 然后就说 这是 比如说1837年产在 西西里岛的某一个农场 那请问你这种事情是真的假的 就直接用电脑来验证看看 所以就有人收集了 178种酒 分别产在意大利的三个地方 那煤瓶酒抓出13种特性出来 这13种特性是它的chemical的特性 化学的特性 比如说它的pH值 比如说它的透光度 比如说它的比重等等 超出13种特性 超出13种特性出来 那利用这13种特性 能不能觉得这个酒产在哪里 那首先我们要想一下 酒产在哪里 跟这13种特性 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是绝对有 因为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光照 不同的 雨量 不同的温度 那包含它的土质也不一样 所以长出来的葡萄 当然就不一样 那长出来葡萄不一样 酿出来的葡萄酒 当然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抓出来 178种酒 然后利用13种chemical的特性 能不能够预测出来 它到底 产在哪一个产地 那根据我自己测试的结果 辨识率可以到达 若我没记错 到达98% 99%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 的确你的chemical的 含量不一样 那的确就可以预测 它产在哪里 所以辨识率还相当高 那这个你不做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能够预测出来 如果跟你讲说利用身高体重 可以预测性别 你讲不准 男的有特别瘦小 你特别高大的 你直觉你就知道说会有问题 那还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趋势存在 辨识率我们这过男女的辨识率大概可以到达 80% 90% 没有问题 但酒这个事情你完全不知道 你真的要去 分类 分类之后才知道到底有没有辨识能力 所以这是wide 在我们后续的作业都会用到 我可以想办法去分类看看 这个是澳洲 澳洲某一个地方的农业局 工业级农业局 鱼业局 像预测说你当你抓出一只鲍鱼出来之后 预测它的年纪 那你正常你要一只鲍鱼你要怎么预测年纪 很简单 你要把它 它的壳 把它 切开来 然后把它抹平 然后在显微镜下面观察 它有几条年纹在上面 我这跟树很像 树在生长过程中 因为 春夏秋冬 它有一个周期 那你就看到一圈一圈的年纹 那 这种贝类也是一样 它会在壳上面有一圈一圈的年纹 但是你太麻烦了吧 你要把它切开来 然后放到显微镜下面 才知道它是几岁 实在太麻烦了 那为什么需要知道几岁 它们要规范 就是太年轻的鲍鱼 你不能抓它 抓到你就要把它放掉 这样才能够有序经营 这个鱼业才不会 鱼业的资源才不会枯竭 所以这边也是抓了各式各样的 总共抓了4000多只的鲍鱼 分为29类 29类分别代表它的年纪 从1岁到29岁 我居然还有29岁的鲍鱼 这个 从我抓到我也不好意思吃它 那回去 人锐 鲍鱼锐 然后根据它的性别 根据它的长度 根据它的半径 根据它的 height 就是把它立在桌面上 它的高度有多少 还有后面一堆东西 有的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什么东西 但文献上可以查得到 那最后得到它的output 那标准答案怎么得到呢 标准答案就是我刚刚讲的 直接从 直接从 它的 它的背壳 切开来 有没有 它的rins 再加上1.5 就可以得到它的年纪 那我可不可以不切开来 有它的外观 它在外观就来辨识它的年龄 那这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辨识鱼就没办法达到那么高 因为可能有的鲍鱼 就是 生长在比较暖水的区域 或者它刚好运气好 在吃的东西特别多 海藻特别丰盛 那有的可能生活比较坎坷 那就长得比较慢一点 有各式各样的可能 但这也是一个 常用到的deaset 后面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快一点 比如说这个 这个香菇的deaset 香菇它总共抓了 8000多种的香菇 分了两类 那两类 有毒一个没有毒 那你要抓什么特征呢 他抓了22种特征 比如说 它的伞的半径 它的伞柄的高度 它的伞表面有没有皱褶 有没有粉状物 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要把它分 有毒或没有毒 那期望最后就是说你拿到一颗香菇 你根据它 你分裂出来的效果 你把这特性你等一下送进去 它就跟你有毒没毒 那没毒你就可以拿到厨房 你把它煮掉才吃 那Liver Disorder 就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肝病 那有各式各样 包含你到底 是不是常常在喝酒 包含你的各种 各种身高体重血压的能力 进来要考虑 说你到底有没有肝病 但是注意这边 就是我讲 这个deaset都会比较久 只有345个instance 只有345个病人 但是各位要注意 一旦牵涉到人 尤其是医疗方面的东西 那个变化就很大 但是资料量通常要很小 因为你不太可能量到大量病人的资料 那像在台大医院 各位知道台大医院有几张病床 有没有1000张 认为有超过1000张请举手 有没有2000张 认为超过2000张请举手 答案是2800张 我讲的是台大总院 台大如果包含5个分院的话 超过5000张病床 病床量相当大 所以台大那边可以收到相当多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类似这个样子如果能够共派出来 就可以做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东西 那credit screening就是根据你的各式各样的特性 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 来决定说你要不要要不要发credit card给你 那boston housing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就根据每个房子 有几个房间 屏数有多大 有没有靠近交流道 等等来决定说这个房子的价格在boston 波斯顿地区 那么nist dataset这个我们也会碰到 这个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 手写字 手写数字 总共有7万笔资料 我刚讲说我刚讲的七八千不对 就7万笔资料 其中有6000来当做training 1000 6万来当做training 1万来当做test 那这两个是完全拆开来的 这些资料从哪里收集来的呢 第一个是从美国 Census Bureau Evilloy 美国的 国税局 国税局里面的人大部分是公务人员嘛 所以写字都会好好写 另外一部分是从 high school student 高中生 那高中生写字相当乱 乱屁 撇来撇去 希望电脑能够辨识出来 那这数字都0到9 我们来看几个范例 这0到9的数字呢 最后都把它 Digitize 成28x28的gray scale image 这个看起来还蛮有趣的 就是 这是常见的翻译 3 4 2195 等等 美国人写 这个是美国资料 美国人写的字 有些特性 跟台湾写的不一样 会写是这种9出来 因为美国人他不会强制你用右手 至少在我那个年代 只要小朋友左手写都会被老子硬是把你改过来 但后来也不改 所以我到美国第一个surprise 那么多人用左手写字 那用左手写字 它歪的方向就会歪到另外一面去 像这个9我猜就是左手写出来 不然通常我们写9是这样 对往这边歪 它是往这边歪 那还有就是 6 这个6 我们一边按着写6 写这样6 美国人很多人写的这样 只能写6 这个圆圈挤到一边去 那根据这些资料呢 我也知道不要怎样 我就开始训练出来 好我就开始看说 我训练出来的结果到底好不好 那好不好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prediction出来的结果 这边是 对于每个数字来讲 它的右上角 比如说这个 右上角 要什么答案 在这里 然后右下角是电脑预设出来的结果 是第一个预设结果和第二个预设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电脑为什么错掉 但是有时候错的其实不是电脑的错 比如说这个 就是这个 你不看你觉得1还是7 很难猜 很难猜 但标准答案是7 电脑预设呢 第一个答案是1 第二个答案是7 你能说电脑的错吗 其实不能怪他 他没有差很多 比如说这个 你看到这50的话我抽给你 这是什么事 标准答案是5 电脑预设 一个是3 一个是6 第一个答案也对 但是这种能够预设出来 就是 我不觉得这是电脑厉害 这个虾猫碰到10号 这个叫5 那像这个9 上面又空了一个东西 所以就有点像4 抱歉 是4 跟着他 你觉得你会猜4吗 我看这个名字9怎么会是4呢 但是 电脑预设跟我心有明晰的后来 进来就是 第2个答案是4 所以就是手写字 别像这个 这个也太快了 你觉得这个都要带掉 这是一个鱼共吗 但是 第2个答案是6 那第2个答案是6 第2个答案是6 但是名声 好像没有8 这就是让各位知道说手写字的辨识 其实有很多模糊的情况 模糊的情况下 你辨识 A类或B类或C 可能都 不算错 那那种就是 就是 没有说 没有说一定要辨识到的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这件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你真的到百分之百这些怪怪自己都辨识做了 辨识对了 我才觉得你 有点在作弊 怎么可能辨识对 所以这个是 amnist Ditch dataset 那你一旦有这些dataset 有时候你要做一些visualization 要去看dataset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这边有些范例 比如说 DES 我这边在讲的就是 你能不能在MateLab里面去把资料set 读进来 那你这边你需要用到这个我们训论列Toolbox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Toolbox 所以如果有看到任何问题你可以来找我 你学说 老师你这写出来明明有bug 来看放出来 你就来跟我讲 我就可以把它 check一下看有没有错 那 pr data 就可以把Iris这个dataset 吐出来 吐出一个DS 那DS就跟你讲说 那里面有几个栏位 DataName 名称是什么 InputName Input名称 就前面讲的 花瓣的长度 花二的长度 花瓣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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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utput是指分几类 分这三类 这三类都是学名 就是不同的Iris的花 那input就是4乘以150 这边特别是4乘以150 这个4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矩阵 类似这个样子 这边维度是4 这边维度是150 所以每一个直行都代表一朵花 每一个直行都代表一朵花 那总共有150朵 花 那每一朵花都有四个feature 代表 output只是说最后这150朵 output是长得类似这样的长长 这边则一维 这边也是这样有150朵 这边分别的也说 如果是写1就代表第二类 写3代表第三类 写2代表第二类 1 2 3 2 1等等移入下去 所以每一个直行对到类别 就会在output的里面呈现 那所有分内问题都是这样子 最后你就表示成一个矩阵 就可以把这个 dataset 把这个资料收集好 那就可以丢进去做各式各样的处理 那这边大家就可以画画图出来 这边 第一个画的图 就是 ds class size 就画出来 三类 各自包含的个数 刚好都是50 所以这50个第一类 50个第二类 50个第三类 那你也可以画这个叫 ds distribution plot 可以画得出来就是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在第一类里面 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 第四个维度 那这边可以画第一个维度 它的 平均值在哪里 它的四分之一位数在哪里 四分之三位数在哪里 就画一条局限给你看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资料的分布 这种叫data visualization data visualization 那就是在meta里面可以做这些事情很方便的做到 那你可以做 你可以把资料 projection 把它投影到一维 投影到二维 投影到三维 当投影到二维的时候 我也是要用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 用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类别 那有一些投影会黏在一起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个投影就投影得不好 红色和绿色 几乎都黏在一起 并不是很理想 那这个投影就会比较好一点 蓝色分开来 红色在这里 绿色在这里 所以投影过后 如果每个类别能够散得最开的 那个方向就是你希望得到的投影 我们后面会讲到说你怎么样自动 能够找到投影最好的方向 那这边是投影到三度空间中 三度空间中 你就看出来 三度空间其实不好 不容易看 三度空间你就是要去转 转来转去 然后才大概看得出来 它在三度空间中分布 但是你像这个Iris这些 只有四维 画出来就其实蛮复杂 如果你今天资料维度是20维 抱歉你就完全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再怎么投影也不容易看得出来 那时候就需要用到dimension manually reduction 把维度压低 才能看得出来 好 那有关于这部分介绍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